人说编戏剧要有充足性 这戏剧才好看 当然我们不是要看好戏的心态 但终究我们也看到 过一两个礼拜的周末 很有可能会出现 不管是哪一方 对有一方有人要上街头 刚才我请教玉琳哥 这卫文金如果去真的删掉的话 民进党要上街 删掉的话对不起 是我们退休的军工家人要上街 如果不删他的话 民进党要上街 那马政府就是一定头大的 首先我当然赞成他们可以上街 因为军人也是公民 那公民在民主的社会当中 公民也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那第二点 因为在这个节目 如果一直有在看的观众都知道 其实我向来都反对去删他们的钱 这原因就是说 现在的说法是说 因为这个钱没有法治化 那法治化是他们的责任吗 是政府的责任 你政府的疏失不能说 牵托到说 因为当时我没有把你们法治化 所以我现在要删你们的钱 还有一点 我一直强调 要信赖保护原则 就是说 你答应人家的嘛 哪怕你去张变条纸交代说 要发给他们卫文金 你总是交代了嘛 那这些军人们 像我朋友当年报考军校 朋友都说 你不要考军校啦 你去念大军 你的成绩可以上台大 你为什么要去念军校 他说不是啊 念军校政府答应我 说有月退风啊 还有卫文金啊 什么等等的 好啦 人家现在毕业了 突然说看到报纸说 什么 没有了 那当时你们答应我 现在怎么 都不OK了 所以像刚才你旁边这位光琴 他在分析的时候 他有他的道理跟论述啊 财务问题是这样 财务问题大家共体时间啊 可是我认为财务问题 不要去伤心动骨 不要去动到军公交 为什么 少盖几个文子管啊 少抓几个汤 少预防几个汤污的啊 少搞东搞西的啊 多预防几个汤污的 对 多预防几个汤污的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说什么 老板要破产了嘛 嗯 你推到来这个事情嘛 你不能说老板要破产了 然后去上军工教 那为什么他们要先当这个 替罪羔羊呢 而且今天在场的两位 都有一种感觉就是 他们是被牺牲掉了 他们是国民党 砍他们给民进党看的 今天两位有这种感觉 我要讲一件事情 刚才与您讲的很对啊 呃 当初我退休的时候 我本来想一次拿 嗯 我假如说拿个两百万三百万 我当初可以在新一路 买一栋房子 他公家说你不要拿 因为我的预算呢 是你 每年给你编预算 让你越退 你所有的待遇都跟现在一样 嗯 OK 我进入军校的时候 是报到一份 报效国家的心情去 进入军校 那时候假如说 我们天下大乱的话 我们台湾假如很乱的话 我们后面的这些完全都没有了 在那时候就结束了 我们像菲律宾一样 菲律宾假如说 过去我们要到菲律宾出国是留学 嗯 后来菲律宾因为自己的动乱越来越乱嘛 嗯 我们假如说也动乱的话 我们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 我们不是说要谁去感激谁 你给我的 应该给我的 你当初告诉我你可以给我 我才来 结果今天说完全不行了 我以前都不承认 只因为你去检讨一个劳工的这个退休政策 就把军公教的脚砍下来 去适合劳工的那个鞋子 你应该是把劳工的鞋子做大 嗯 而不是说把军公教的脚砍掉 嗯 去适合劳工的鞋子 而且你 你的方法应该是 我让这个劳宝的给付变多 而不是说把军公教的脚砍小了 嗯 因为劳工的脚鞋子 有这样的一个裁员的话 应该没有这么会去砍别人 有几个资讯上的一个误解 就说玉琳刚刚讲说 是因为劳宝要倒 其实按照时程来讲 先倒是军保 教保 公保 然后建保 劳宝 是这样一个 然后国保 农保 是这样一个排序的 既然军保先倒的话 那差别在哪里 是因为政府有剥补 政府认为说他们是他们的雇主 他们是军公教雇主 可是我们一直在跟这个政府对话说 你们不是他的雇主 纳税人物 纳税义务人 这个纳税钱才是 我们人民才是他们的雇主 所以在所有的七个大宝 都要倒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不得不坐下来 好好谈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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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